但是说到施工的还是秉述你讲的好一点 好吧 首先工地周围要有维接板 而且还要检查清楚工作边界的坐标有没有错 跟着就可以开出装柱的中心点以作为预先钻碳 其实每根钻孔桩都一定要有做预先钻碳来确定每个桩的深度 不过有关的操作都要由注册的专门承见商来进行 这属于现场上的土质勘测工程类别 至于做预先钻碳的工序呢 就是将碳土机装在桩的中心点 并调教好垂直度和水平位置 然后把钻杆加上适当的钻头 用冲洗钻碳的方法进行钻碳 预先钻碳的深度至少要比设计的承托岩层的水平位深5米以上 以此来确定承托岩层的深度 取到预先钻碳石板之后呢 工程师就会根据香港土木工程署出版的沿途指南 也就是geo guide去评估石板的实质 也就是grade和岩芯总长 也就是tcr tcr要依照合约的要求 通常实质必须达到grade 3或以上 而tcr就要在85%以上 这样才可以称之为合格的承托岩层 所以钻碳工序要一直钻到取得符合合约要求的石板为止 当抽取承托岩层的石板和测量深度时 都一定要在工程师现场监察之下进行 并且要有足够的工地安全监管 基础工程的质量监管等等 而抽取到的石板就要根据深度 次序 妥善地存放在石板储存箱里面 而且石板的资料也都要清楚地写在储存箱上 在每天收工之前 还要将石板箱锁好放好 以防被人破坏或者更换 如果收工的时候还没有完成钻碳工作的话 就按照程序在工程师的监督下将钻杆封好 之后才可以收工 每根装作的预先钻碳完成以后 石板一定要放在锁好的储存仓里面 并且要嫌人免禁的 接下来工程师要挑选合适的石板 送去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测试 例如做单轴压缩强度测试 也就是UCS test 和定点装载测试 也就是Pine Load Test 试验的结果要尽快成交给顾问工程师审核 而探图的结果 就由钻碳专门承介商准备好并成交给顾问工程师审核 预先钻碳完成之后 工地工程师和管工要互相沟通 商讨并克服困难 确保接下来的施工程序和质量符合合约的要求 说的没错 说的没错 具有很WA 未经议议议议议议许 Grid